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山水画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中国山水画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画山水画的人物也很多 不管是民间还是画院还是学院派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话题 主要画山水画的画家 北宋的有波西 山水画成就的代表 初开始没有学老师 后来它是里程的基础上面 博彩 仲长 力图在山水画创作中 更加的真实细腻的展现 造画的微妙变化 创造出即反映出自然特色 然后又折射出画家情感的山水情境 因此波西虽为职业画家 但作品得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热爱和赞颂 同时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 画风风鸣巢也成为一时的风尚 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他是一个职业画家 就是说他要为了画画 他要靠这个来回身 但是他还可以做到 又可以吸引士大夫的观赏 又可以让民间或者是让商业界都很承认 他的这些技法和他的绘画技巧 就是非常的厉害 波西他私诚的是里程 那么他应该是非常注重传统的一个画家 再加上有皇帝的大力支持 他的绘画生涯也算是比较轻松加愉快 为后人不光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他的儿子波斯还记录整理了他的画论 林全高至极 其中阐述了波西所总结出来的山水画创作的规律和方法 这个在早年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信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翻了很多书 这样去找一些他们画家讲的那些 是不是有那种一招之敌啊 是不是可以就是我读了这个东西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就可以画出那样的东西 时间或者是 我的老师也跟我讲过 没有一招之敌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靠我们的慢慢的积累 然后通过一个一个技巧的功课 然后最后才可以明白一点点道理 当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他说你刚刚入门了 这个是我以前老师告诉我的 所以大学毕业差不多也是十多年了 我慢慢慢慢的在了解 在体会好像深入了一点点 还不够更多的深入 当然我不是属于那种毕了业 每天都在家里画画 或者是每天有一个务定的工作 就是在画画的那方面 在研究或者叫在砖研 就是我是间断性的 但是没有停 一直一直都在 因为如果说没有话 也是在想 如果没有想的话 也是在有空的时候会想 没有说每天在想 所以也是没有放弃 但是说我够精 我觉得也不是够精 只是说还需要很多学习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需要学 然后我们来进入他的一些绘画的具体的一些作品 《早春图》是他山水画最具代表作的一个 其中包括了三远 讲的兼具了构图式的 笔墨细腻而甜净很有强大的表现力 《林全高》之集中有这样一段话 描绘他心中的乐土 他特别只是乐土 君子之所以爱山水者 其志安在秋元素养所长处也 全时骁傲所长乐也 余焦影翼所长事也 原鹤飞鸣所长青也 陈霄 江锁 此人心情所长愿而不得见也 都是那种 西角 木鸽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有草原啊 要有山啊水啊 要有鸟啊 猿猴啊 就是这种 有让你 其实猿猴这种东西就是在山峡 我有去过 是真的是有的 当那个船驶过那个峡道的时候 两边真的是有猿猴在那边跑 我是有看到的 但是过 我是在山峡大坝修建之前去看的 修建之后 他们说其实有很多 一些景观或者是好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真的两岸原生 挺不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有见过那样的 见过那样的风景 有蜿 有西洋啊 有 有花啊 有不同不同颜色的那些树 就是我闭上眼睛可以真的是又回到山峡的那些风景当中 是很美的 嗯 这边又回到国西哈 它是 嗯 这个里面我认为是消费心理学的论断 但很重要一点是他在观察生活 他在寻找一种平衡的类 类心境界 他也明白人应该爱安 安在他心中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他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需养得胸中宽快 一丝甜静 一丝甜静 如所谓 毕子 质量 油然之心生 一切东西都是发自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 不要太刻意的去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对长寿也是有有帮助 有帮助吧 他稍后的山水画出现了多元化的风格倾向 作品主题与形式也随之出现了分野 成就主要体现在清律和水墨两方面 无论是他对古代山水画的总结还是创新 他是成功的 他成功的让我们记住了他 他对中国画的贡献不可小视 他本人也安静其天年 那好我们进入下一位画家 他是北宋至南宋的礼堂 他是一位乘上起家的关键人物 出为北宋画院的画家 南渡后 辗转临安 再入宫中 受画院代昭 托得宋高宗赏识 我们都知道宋高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皇帝 又是会画画的 就是他执政不行 但是画画就是一极棒 所以就是他能够相众 让他过来教画画 就是这个人当时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画的好的人 因为就是我们看过宋高宗画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皇家贵气的 所以他才得到他的赏识嘛 那么礼堂早期的山水画 取法金浩光红 放宽等人 非常的严谨而朴实 早期的作品 《广乎松丰图》 图中三十多彩用小浦坯村 冰染病毒 高度融合了 李饭 郭 朱家的技巧 充分表现出 村子自美 李堂进入南颂的作品 在造型礼墨上明显 倾向于简约 形成放纵自由的大腐批春法 体现了礼堂晚年对中国化技巧的新的创新 我们所说的小腐批大腐批 都是其实就是礼堂 它是一个很大的推 或者是它是一个创造者 从那边开始我们才在很多的归纳绘画方面 那个十八种春法或什么当中 这个都叫小腐批大腐批 都是很有历史的 就是从那边慢慢慢慢延续下来的 简单的说礼堂的山水 是从小腐批走向大腐批的演变过程 从叫功变为叫放的过程 从叫小星而到大星的过程 是学习和进步的过程 没有早期的功细小星的小腐批春 就不会有晚期放纵的大气的大腐批春的出现 早星的画家各个都可以说是很有创新精神的 他们大大丰富了绘画的语言 以至到明中后期 画家们发现 前人把可以创新的技法 形式都发挥的差不多了 想要再创新 在前人面前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理 李唐的诗古创新之路是成功的 他找到了庄子所谓的虚的心境 在乱世中能够能生能趋变通形式 终于尽起天年 自己是光宗 林宗 画院 代招 就是我们一旦讲到是代招 都是拿着官家的供入 然后就是教书 或者他教的也就是皇公子弟的那些 或者是他就是专门跟皇家画画的 作为职业画家 马远 非常注重像前人的话题和画迹 山石画法继承了里城的大府一村 而推至水墨淋漓 简洁明快的境地 他是作为一个宫廷的代招的画家 他受皇帝的高路 生活无忧 有人考证 他生于南宋 贤道六年 就是公元1170年 住于南宋 锦定元年 公元1260年 享年 约90岁 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手 这位职业画家 这位职业画家没有为后人留下画论 但他的画 其中 踏戈图是马远最为著名的传世作品 其布局似全景而非全景 是对自然景物进行大胆的剪裁 又用大片的烟云加以衔接而成的 其章法都是在礼堂的基础上有了创新 中间我想加一点点 这个踏戈图画马远 他的画在日本是非常非常受崇拜的 这幅画好像最后也是留在了日本的 日本就特别特别喜欢他们的那个风格 就是剪裁 然后最后是运用到固图的那个画面里面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卡通的那些画法 都是就是剪裁呀 然后慢慢的去布那些景 我觉得也是深得了传统的那种领养 也许是他的这种创新之道上走得太远了 中国历来的文人画家评论家 他对马下的评价都不高 老年在他的画论中指出 若宋之狠 看马远 下归真画家之 拜 就是他们都 不太看不太看不太看不太待见这几个 嗯 画 嗯 画了画 就是 马远和 下归这些在他们眼里都是 嗯 不是特别高的 就是说没有画到神品的那个境界 就是说可能是能品不到神品的境地 嗯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画公品画的比较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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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其实还 还其实从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马远 我还是蛮喜欢 我还是蛮喜欢他的东西的 嗯 只是加速一点点 但我这里再强调一下 他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非常受 嗯 他们 推出 马下的山水画的确是能代表宋代山水画的新风格 对后世颇有影响 然而产生影响最大的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那这个是我有research找到的一些资料 他们对会画在日本的影响超过了 中国任何一个画牌 如被日本称为化身的雪舟的山山水画 就具有隆固的南宋山水风云 我们中国主流山水画学者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 而没有只是仅限于这种一个形式 啊 那么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稍微的再啰嗦几句 就是其实中国山水画是比较拥有悠久的历史 所以我在这边讲的这一个山水只是说它的part one 它的第一个部分 后面可能还会有两个视频来介绍山水画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一些艺术家 它们的长寿山水画画家的长寿跟画家的技法 还有他们的试生关系 还有他们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分享 那么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祝大家福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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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